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 奥密克隆已成为全球主要流行毒素 传播快 更隐蔽 为进一步提早发现和管控疫情风险 首都严格进行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 调整净反经防疫政策 在净反经虚持48小时内 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和北京健康宝绿码等净反经政策的基础上 自2022年1月22日临时起 自3月底 净反经人员在抵经后 72小时内需进行一次核酸检测 还经通勤人员按照现有政策规定继续执行